这是哪家的仙君啊 看着气度不凡 有什么好看的 不过他为什么看着这么悲伤啊 我知道 好像千年之前 他喜欢的一个女仙君 爱上了妖族的狐王 那女仙君 驻狐王毁仙界灵山 掀起仙妖大战 他亲手在三军阵前 将心爱的女仙君用法器 辟得仙缘尽散了 所以他每年都会来瞧瞧 看看能否寻到那女仙君的一点残缘 仙缘尽散了都不肯放过他 真是够狠的 不过是求得一些心理安慰报了 也是 既舍得亲手辟死他 又何必吃馋呢 我若是那个女仙君啊 我必定是 生生死死 永不相见 走了 对了 方才小幽君说 那个引起仙妖大乱的女君叫什么 阿鹰 我是说他叫什么 小公 阿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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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们终会相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军僵尸这么热闹 怎么能少了我呢 这样你认不出来我喽 这个仙君是 又是你 问你什么事 李宗盛真神乃是为了苍生而死 你连说她的资格都没有 追着我身上 快怎么说怎么说 你要干什么 他方才听了我们说话 若是不消除他的记忆 他定会出去乱唇 再忍来祸盾 你连下军都未曾禁忌 余烟这种法术 非得上军法力方可施用 一个不好恐怕成太元神 停下来 谁 什么人在多管闲事 放我下来 红裙子 红裙子 刘宝 莫非阁下是华叔殿下 华叔 华叔殿下 李宝他只是一事糊涂 不是真的 华叔殿下 我跟古今就是闹着玩呢 你别当真啊 华叔殿下 的 en 啊 啊 啊 谁 这怎么回事 我不要你的灵力 三界之内 连凤女的一丝闲蕴气息都没有 已经被后方玉丝碎 堕入时空乱流之中 老托这里有一座镇魂塔 乃上古神器 小凤君虽然先缘散尽 但肉身还在 若将他的肉身 蕴养在这里 可保不服 日后小凤君先缘得归 还可以免去万年的苦修 老夫还知道 幽冥界有另一座镇魂塔 两座一同召唤 或许能换回小凤君的先缘 温天璐 师尊 我可以去温天璐 只要能让小凤已回归 我怎么做都可以 大凤 人道甚至我有所求 只这所惯 直破无名 古静 不 小元起 你可是来求问小火凤之事 是 是 温天时 我想求得奉引先缘回归 那你可知 无论你是低阶小仙 还是真神 求到温天时 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我知道 但若不是我当时 恰巧在那附近 那个人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 破开天地的炙火结界的 又是因为我身上的混沌之血 才引得母神亲赐的那块果黄玉 将我认了出来 将那小火凤的先缘都吸尽了 这一切都归咎于我 那火凤必来一灭方有一生 凤银本逆天而生 所以她的回归更是逆天之举 你若此刻后悔还来得及 我不会后悔的 我是求你 无论是任何代价 我都愿意 好 那便记住你今日之言 我是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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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神赐你一道劫难 你会以身应劫 换取凤银归来 凤银的先缘 会重新聚集在三界之中 若有机缘 便会回归 你会回归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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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 你会回归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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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 还好 没碎 没碎就好 芊姨 先帮我拿着 嗯 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一颗水凝瘦的蛋 好像那些当娘的 都喜欢把蛋窝在最暖和的地方 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行了 再泡会儿吧 卤味蛋腌制技法 八角 隔离头 桂皮 这大的 一丢 香叶 隔离头 胡椒 没日了 泡一泡 等你破壳之日 我就可以拥有一颗卤味灵丹了 我来好好看 隔离头 但是神谨 这组腿 隔离头 咱们 隔离头 你们 打坏的 屁 打坏的 你 你 原来你长这个样子 跟画册里长得也不一样 更 健康一些 对 看来小姨我 复旦技术还是不错的吧 你笑个头啊 刚出壳就乱跑 还跑进谷里头去 我告诉你 这个进谷里头全都是一些 凶猛没开化的野兽 你自己就这么跑去 被人吃掉了怎么办 你的灵丹是我的 被他们吃掉 你要白白浪费了 听见没有 哭什么 哭什么 好了 你别哭了 我 我就吓唬吓唬你嘛 你 你现在也画行了 我也不好意思拿你那单 我有一个朋友 算是你的亲戚吧 要不然这样 等你长大了以后 我们去请教请教他 直接用你的灵力救人 行吗 好了 来 来 没想到真把你孵出来了 兄弟 要不然做我灵兽如何 看你阴阴阴的哭那么难听 叫你安音如何 你别乱跑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 下来 你别跑到上面去 别乱跑 我都跟你说了 你别跑到上面去 我不要乱跑 你别跑到上面去 你让我来 把我赶走 跑得出去算你 这是什么 我看那大坏蛋好像很喜欢喝 那我就全部给他喝过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来 老爷 我去陪着呢 一会儿还给你拿尺头 老爷爷 你毛怎么变长了 你毛怎么变长了 你谁啊 喂 我问你话呢 你 谁啊 您的 石阿姨 你话行了 我 话行了 我还可以说话 你怎么 吃了你 刚话行就想把我吃了 报复心那么巧 就你这点先例 逗得过本大爷吗 喂 你 你 我 这锅干嘛 要给我做饭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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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阿姨 你 穿上新衣服还挺好看哪 你 你做什么 快把我放下来 你个刚话行的小仙兽 什么时候学的所先咒啊 想剖我单 坏蛋 今天 炖你 炖我 你就记得我 我剖你蛋的事了是吧 你怎么不记得我对你的好呢 我 我照顾你 我把你敷出来 你换成人形 我还给你换新衣服 这些好事你怎么就不记得呢 你先赶紧把我放下来 我们好好聊 我铺 咖啡 八角 高里头 桂皮 高里头 香叶 高里头 紫然 高里头 炸叶高里头 全部高里头 行 有本事你就把小爷我也高里头 来 高里头 来 加大火力 阿燕 赶紧把我放 你什么时候偷躲我的乾坤袋 你别乱动 里面都是一些灵符仙器 你用不好会被反噬的阿燕 阿燕 喂 你 你真来啊 臭丫头 跟小爷斗 你还嫩了点 你真别乱用这些仙服 这个新衣的香啊 这些仙服啊 快给我 阿燕 快点把符给我撞了 这个不行这个是电符 快给我解开 这个真不能 快点 我的屁股 阿姨 你 我够了没有啊 臭丫头 小爷我要是认真起来 你小蜜可就不保了 你别碰这把刀 把刀 把刀 阿姨 你这就过分了啊 既然你坏了行 咱们就得讲讲仙剑法则 君子道一把 实话实说 你是我帮你从大礼服出来的 对吧 你现在不报答我的养育针 就算了你还想要你这样 对对 我呢 我呢 你 双双 带你玩个更好玩的 喂 喂 你到底想干吗 走 听什么听你的 我才不走呢 为什么不走 我听什么听你的 这是什么 熊骑吧 偷鸡不选反十八米 开心了吗 臭丫头 好 聪明 这穷奇最爱吃的就是火福了 该怎么夸你好的 算是聪明些了 但这符咒估计撑不了多久 那你说怎么办 算我这 算我这 这 警告点 厉害吧 快跑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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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山 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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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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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小山 大熊 小山 我 你刚才跟我做什么 你为什么学习说话 明明是你学习说话 明明是你学习说话 我 不过我记忆是不是 小师叔 轻衣 你 你怎么来了 师父叫我来这儿找你的 这就是阿音啊 他这是受主仆气惩戒了 主仆气惩戒 那是什么 师尊将你和阿音结了主仆气 他不可对你期待心 不可生妄念 不可伤你分毫 不可 等等 你的意思是这臭丫头 以后休想再伤害我 谁也许你们给我接主仆气的 否则就会像这样受到常见 是这样 这 这又是什么 这也是受主仆气的限制 他的活动范围 仅限于你的周围 而且必须听命于你 听命于我 有意思 感谢师尊 救我于水火 是火车 是火车的 对 是火车的 也许是火车的 是火车的 走 什么声音啊 还拿着刀呢 折腾衣宿了 挺倔呀 伯儿 该出来了 师尊 来啦 走啦 静谱的静置解开了 难道小伙风已经回归了吗 臭妖头运气不错啊 刚化行就能出去见见世面 出去以后得听话一点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师尊 我与贤主师弟 师尊 来 你慢点 古静 见过师尊 见过两位师兄 来来来 土地 让为师好好瞅瞅 瘦了 瘦了 什么 瘦得好 我 你就是小阿音 你都把我跟这个坏蛋连成主仆器了 还不知道我是谁 明知故问 丫头 你放恭敬些 这是我师尊 大泽山长教的 师尊又如何 还不是仗着自己先例高就欺负我 你们都欺负我 我若是没有与你接着主仆器 我早就与我水泥兽一族团聚了 何至于此 水泥兽一族 早在千二年前的神魔大战中 就被灭族了 不过现在三界之中 还是有一个你的远房亲戚 上古水泥神兽健在的 但你要跟你的族人团聚 那就别想了 我没有家 阿音丫头 我将你与古禁结成主仆器 正是机缘所致 不仅对古禁 对你也有益处 眼下 我还不能给你们解开此契约 不过 作为补偿 我先送你一份大礼 我先送你你 你也在其他地方 你送你一份大礼 我学习 天生鲜利孱弱 若他自己修炼 就算百年以后也难有起色 有师尊帮他 他的修仙之路 定会顺遂许多 师尊 徒儿找遍大则山 也定会把这一份 火风仙缘给找回来的 长江 师尊 可不能甩赖 若是我帮你们 找到了火风仙缘 并把余下的全部给找齐了 你就得帮我 跟这个大坏蛋解开主仆器 不耍赖 只是 你二人的先力尚浅 大则山许多地方无法通达 还需加紧修炼 我才能助你们二人 更快寻得小火风的先缘 没错 你二人修炼的先力越强 越不会被禁止所牵扯 即使主仆器仍在 也可分开行动 对你们找齐小凤军的先缘 也会方便许多 好好修炼也可以分开 不错 这套净花水月的功法 正是和主仆器者共同修炼 你二人修炼德法后 只要心意相通 便可达成真境 好好琢磨 小师叔 大家都在 小师叔 小师叔 你可算出来了 朕没想到 十年的静谷修炼 现在已经是如此的气度不凡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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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啊 气度不凡 他 小阿姨 你也是 你比轻衣说的可是要可爱多了 话经这么快 看起来竟是如此的俊秀 俊秀 他 小阿姨 来 这边是见面礼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家人 对 一家人 嗯 嗯 来 快拿着吧 收着吧 你这边是什么问题啊 我来 我来 你为什么能问啊 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给争 你这是冠军啊 你要去着啊 你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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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 大泽山这么大 要找到火风仙缘 要上哪儿去找啊 慢慢找呗 总会找到的 要不往那边看看 那边 什么都没有啊 那边 看不着 再往上一点 看不太清 下一点 你把我当你非新鲜器啊 要不是这个主不器 我比你飞得快多了 还需要用你吗 嫌我飞得慢是吧 行 让你看看 你干什么 加速了 我 我 我 超过剑 怎么样 你这么快了吗 我进去 我进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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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飞得痛快吗 丫头 就你那点破本事 没有飞行服你又要能飞多高 这是哪儿啊 不管了 先找吧 找到之后 我们都可以解脱了 皆大欢喜 战斗站不稳了还找先缘呢 行了 先休息吧 这里是我的住处 休息了明天再找 休息 掌教师座说什么来着 他老人家给的修炼功法 你当摆设啊 昊月当空 正是天地精华最精纯之时 修炼的最好时机 今天如果不找的话 就修炼 那个刚画形的小兽 懂得倒挺多呀 我还没画形的时候 不知道谁抱着我 老跟我讲什么人界画本 修炼功法 说什么 你还没画形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外面 是感应啊 不是能看见啊 我要是能看见的话 我就瞎了 我还没画形的时候 就要被你左右 如今我画形了 还要被你拖来拖去 不行 修炼 现在立刻修炼 修炼完了 我灵力高了 就不用被你拖来拖去 走 走 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睡觉 告辞 你又要干吗 笨蛋古静 你就当一辈子 好吃懒做的 非差二十组吧 好吃懒做 正是本仙君的一生梦想 怎么了 你要是这么不思进取 你信信念念的华叔公主 不会注意到你的 你怎么连华叔都知道 李河动的醉意路跟我说的 在火凤诞生宴上 孔雀族公主 出手相救 帮你解围 你追上去一看 紫色绝顶 立马就心动神弛 在此之后呢 就是茶饭不思 求之不得 忤媚思福 你闭嘴 闭嘴 不 你闭不闭 今天这些事情 不能再有你和我之外的 第三个人知道 听见没有 不服是吧 不服你别说话 走了 我跟你说啊 若是日后 你与华叔公主 花钱月下的时候 难道 你要登上我吗 确实也不能老代忍着脱油瓶 那你就练 老代忍 老代忍 别别人 老代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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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好功了吗 准备合练了 早就好了 赶紧半天了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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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动啊 没乱动 你真的很无聊的 别动 我还没乱动员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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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没人 没人 我屁股快 你搞什么 追云幻梦九天未进 千水未宽临栈四方 你五行跟方位都错了 我哪儿错了 我 我这得要随机应变 你不懂啊 那你也应该按照规定的阵位上走 一会儿风雷阵 一会儿离火阵 我怎么知道你要怎么走 一会儿风雷阵 一会儿离火阵 你是我的小仙兽 我脑子里在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 我的大床 我想死你了 我想你了 我的大床 你想念我的大床干吗 你起来 你干什么 你也要睡这儿 我当然要睡这儿了 你修炼又没有进步 我们又不能分开 我只能睡在这儿 阿英啊 在一对男女不是仙女的情况下 同床共枕的话是不对的 明白了 那我们要做仙女吗 你是在故意惹我生气吗 你之前是受刑的时候 你不就一直睡地上吗 我又不介意我们两一块睡 我去找茅厕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睡着了 在地板上 在地板上 你有事吗 我要睡床 行 那还有 你要跟我好好修炼 行 你不能带我在空中绕圈飞 好好好 你不能让我端茶倒水垂飞 还有 行 我一会儿给你细细地 列一条准则 我从今天开始 我都不再命令你了 你现在可以先转过去吗 嗯 谢谢 再远一点 好 第一百二十三条 古静 不许 都一百多条了 够了吧 不许 行 你我再词恩一下手印 协议生效 好了 祝我们以后和平共处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好 既然协议已定 我们就按人间的话本来 以水网为界 一个人朝床头 一个人朝床尾 互不侵犯 现在可以睡了吗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 好吧 我 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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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 这王河总 我睡一会儿 被这个笨蛋拖累 我这仙徒哥怎么办呢 其实吧 小叔叔他这个人 除了有点爱使坏 得理不饶人 懒惰又不上境外 其实 其实他人还是挺不错的 反正你也不用 跟他做仙律过一辈子吗 忍忍就过去了 仙律 轻衣 你当时提醒我了 等到时候找到 小伙风的先缘 我就不用再拖着 这个笨蛋了 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 掌控自己的命运 奔上光明的仙徒 可这跟仙律 有什么关系啊 水泥兽一族 不是早就被灭族 没了 我可以复兴水泥兽一族啊 复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大力繁衍后代 所以 我要找一个 品格优良 样貌绝佳 仙谷卓越的仙君 并且要无条件支持我 孕育水泥兽的仙君 来自我的仙旅 这才是重中之重呢 对吧 对对对 梦里想得倒是挺美的嘛 但在这仙界之中 像我这样仙谷卓绝的仙君 可没几位哦 像你这样 好吃懒做 现在还自大 能找到第二个也不容易了 我跟你说 你赶紧休息好 休息好了 我们就去找小伙风的仙缘 听到没有 静谷这秘铃 我都来了多少回了 要真有那份小伙风仙缘 我不是早就找到了 干嘛非要来这儿找 那万一呢 没有万一 阿鱼 你自己在这儿待了这么久 害不害怕 你自己在这儿待了这么久 在洞中相依为命 谁知道我被五赖古镜给捡走 留你自己在这儿 不过你现在放心 我这就带你走 跟在我身边 总能想办法让你划心的 走 你居然还偷藏了一颗水凝兽袋 过来 阿语 你慢点儿 阿语 阿音 先别过去 没事吧 你先别过去 这是混沌之气 看来此处 是神界安置在此的剑种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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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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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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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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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的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废物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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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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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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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叔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去哪儿 我去哪儿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去哪儿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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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哪儿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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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你 我去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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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us 我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啊 三重天 三重天那可是妖皇的居所 不过我们即将要去的紫月山 也确实在那三重天 要不要到时候 我帮你向妖皇提 我 我 你 你怎么现人形了 赶紧变回人形 你到时候被人抓走了 我可帮不了你 快 变回来 可 我也没有办法呀 这金庸山周围的妖力太强了 这百年以前 胡王红弱崛起 他就带领妖狐族 成为了妖界的第一大族 这里自然不容小觑 先有对我狐族如此评价 真是过奖了 过来 此药灵力很强 电视早就察觉了我们的嫌弃 要小心 那我会被发现吗 不会 我下山之前 让贤善师兄给你加了一道法术尽致 你现在在外人看来 就是一只 小鳞猫 鳞猫 我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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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红火 不知是何处的仙门小友 到访我静幽山 在下大则山古静 是不是 中文为了 prototype 国家 由 康导 董 家 好 小心点 别乱跑 好美啊 好了 大泽山交出来的都是醇厚正直之辈 岂会轻易被你们所获 还不收了功法 走 大泽山古晋见过胡王和几位长老 古晋 如今倒是长大了 你不去寻凤影那娃娃的先缘 跑我金庸山做什么 晚辈子嗣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这是晚辈之前 无意中在一棵梧桐树中找到的凤影仙园 假是说 剩下的凤影仙园残片 很有可能就散落在三界各地的梧桐树中 包括 胡族的晋游谷中那一棵 所以晚辈想请胡王行得方便 请让晚辈进晋游谷探一探究竟 荒主 晋游谷乃是我族孕育幼虎的圣地 岂是你和先祖能靠近的 别说是你 今天就算是东华上神亲自来 我足以不会答应 我们保证 只取仙园 不会碰贵族的梧桐树的 还请胡王看在 看在凤渊天地和梧桐岛的份上 让我试一试吧 这小子当年害得凤渊那宝贝徒弟 仙园散尽 竟还能让凤渊和东华那般保他 只怕来历不简单 紫月生我进不去 或许能看看这小子有没有办法 你要入静游谷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非我族类 就算是看在凤渊的面子上 我也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 那胡王想让我们做点什么 阿爷 倒是聪明 我只要九尾狐弘毅 前不久在紫月山失踪了 你若是能帮我寻他回来 我便允你们入静游谷 弘毅在紫月山走丢了 不错 三重天内 妖界鸿蒙本源之地 妖界 如何 好 紫月山中也有一棵梧桐树 我们本来也打算前往 古静愿为胡王群回侄儿 那就一言为定 我就在这儿 等着你把弘毅带回来 这紫月山是个什么地方 为什么感觉大家都很害怕 这紫月山 是天地间两大真神之一 地圈真神曾经掌管的地方 她手上的紫月 是整个妖界的力量源泉 所以妖界人都很害怕她 而且那里有很厉害的 护山结界 一旦擅自闯 很有可能会被结界的神灵 撕碎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岂不是更没法去 华叔殿下 我们鹰族的东西你也敢抢 把碧血灵芝交出来 休想 碧血灵芝 把碧血灵芝交出来 休想 碧血灵芝 华叔殿下 华叔殿下 刚刚那位 就是鹰族公主燕爽 想不到我堂堂白鸟岛公主 竟也沦落到 被随意欺辱的境地 华叔殿下 你现在还有伤在身 我们先找一处客栈 你歇个脚吧 嗯 殿下 穿我这些吗 来 多谢 走吧 这不挺热的吗 小心 那殿下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多谢 走吧 殿下只是受了内伤 需要一些灵药救治 阿姨 你去取些灵药来 我 我要留下照顾华叔殿下呀 去 你去 你去 多谢阿姨女君 话叔感激不尽 不客气 快去快回啊 好 阿姨 阿姨 这儿 阿姨 阿姨 在这儿呢 你在哪儿 这个客栈它太绕了 笨死了 主仆器 阿姨女君 不是东华神君的 怪名弟子吗 怎么会 因为 因为阿姨灵力微弱 师尊为了让我保护她 才会这样的 阿姨这丫头 刚从大泽山出来 还没什么方向感 一会儿直接把她 召回来得了 原来如此 来 过来 你笨不笨呀 这么小一个客栈 都能走丢了 路痴吗 不是 我 那给 行了 你就在这儿待着 别乱跑了 华叔殿下 我去找殿小二 帮你煎一下药 多谢 看什么呢 照顾一下华叔殿下 华叔殿下 你可要喝水 不必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等 他去给你煎药去了 若是他回来 看到你走了 不就白辛苦一趟吗 要不你先等等 等他回来了之后 你再走 我要怎么做 何须你一个 小仙仆多言 他跟你说的 我如何与你主人相处 我没有说过什么 不是你该过问的 身为仙仆 就该守好仙仆的本分 要来喽 好 华叔殿下人呢 走了 走了 他 他身上还有伤呢 阿姨 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我怎么看 仙仆就应该有仙仆的本分 主人跟公主的事情 我有资格问吗 没有 你怎么了 干嘛突然耍脾气啊 我惹你生气了 我与你皆主不弃之事 为什么要告诉华叔 那不是你刚才急着唤我吗 我就想 赶紧把你照到我身边来 我 我一捏绝 就被华叔看出来了 你放心吧 华叔殿下人美心善 不会太在意的 他刚才 他 他 梁美心善 我当年在梧桐岛 他还不认识我 就肯对我出手相处 足见他的人品 好了 你别生气了 阿姨 其实 我刚救人的时候 好像自己也受伤了 好痛 就该疼死你的 好了 好多了 我就知道 我们家小安音音还是很关心我的吧 我没有啊 我只是怕你在路上拖累我 一个呆子 一口一个华叔 一口一个华叔 你救他你都受伤了 他呢 他被屁股走人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也是担心白鸟岛啊 紫月山只是你还没有解决清楚 你还担心人家要白鸟岛 你这个人 看你这操心的样子 行了 我呢也不装了 是 这紫月山 平常人确实是不敢靠近 但你师哥我是谁啊 你师哥我神通广大 靠着一点点小小的实力 轻而易举 就可以把你一同带进紫月山 真的 当然了 我信你我就是个傻子 你不信啊 给我来 我不去 怎么不去 去 让你看看师哥我的真本事 来 原来这个就是紫月啊 腰力这么强 怪不得一般的线腰不敢靠近呢 那可不 这地方要是没有允许 一般半神都进不去 不过对于你师兄我来说 就不一样了 看着 你就这么来进车 不然呢 放心吧 我有特殊的办法 那你应该先准备拜帖 你这样也太冒昧 哪里来的先军 敢敢擅闯紫月山 原来是你这个三个头的家伙 是我 放肆 放肆 不乃守山龙军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还不快滚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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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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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